这里有着建筑行业最为严苛的规定 材料安全 工程安全 人员安全 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发生丝毫偏差 这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工程 它似乎离我们很遥远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因为它的存在而更加明亮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超能之河 眼前这些建筑的墙体可以抵御九级地震 或者十一米以上的海啸 即使被大型飞机撞击依然能安然无恙 它似乎离我们很遥远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因为它的存在而更加明亮 核电站 这是中国纬度最高的核电站 这个超越时代的工程正面临关键时刻 材料安全 工程安全 人员安全 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发生丝毫偏差 这里有着建筑行业最严苛的规定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战斗 他们是一批即将在核电站上岗的 建筑工人 他们的平均年龄在四十岁上下 来这里之前每个人至少都有十年的建筑施工经验 他们曾经是各工中的佼佼者 为了加入核电站的建设队伍 他们被一切归零从头学起 在经过多次比试和技能考核之后 终于抵达最后一道关口 然而今天的这道关如果闯不过 他们之前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 而被淘汰出局 成功是为有实力的人准备的 吓死我了 天哪 还挺疼的 我刚才就看见有几个人在这儿 用这个铁罐来打击这个安全帽 我来这儿试了一下 我感觉 第一感觉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 一个什么重物重重地积累一下我的头盔 我们来问问 这些人到底是在做什么工作的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 对 这里就是我们的安全培训体验中心 刚才您做的项目叫做安全帽的一个撞击的体验 像这样子的安全帽的体验 我们一共有十项 因为我们现场就是一个非常复杂 不可知的一个环境 我们就需要让每一名作业人员 切身体会到这种不可预知的风险 安全帽应该是我们现场所有 从事这种施工工的一个复杂环境的一个必备条件 在这里我们必须每一个人 学会怎么使用安全帽 这里刚才您试的 应该是大概是有一公斤左右 一公斤左右的一个自由落体的一个打击 实际上在现场更高一个 或者是更复杂的环境 可能会有一个更重量的物体 或者在更高的地方坠落下来 如果你安全帽使用不当的话 对我们人事障碍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要求每一名作业人员 必须非常非常熟悉 非常非常正确地使用我们安全帽 必须经过我们这一关 顺利过关的员工可以领到一张通行卡 获得进入施工现场的资格 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工程 辽宁省大连市红颜河核电站 中国纬度最高的核电站 2007年破土东宫 第一期四台百万千瓦级机组 现在已经开始发电运营 然而中国核电建设者的雄心并不止于此 第二期五号和六号机组正在进入张建设中 建成之后 红颜河核电站的年发电量将达到450亿千瓦时 相当于2015年长江三峡水电站发电量的一半 担当此项建设重任的 是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红颜河核电二期项目 何永平已经有三个月 没有修过一天假 他是项目部施工队的队长 他所在的这个作业区至关重要 二十名经验丰富的工人 在他的指挥下有条不紊 他们共同全力以赴 做一件看似简单 却要求极高的工作 钢筋绑砸 间距调好 和这个间距很低速调好 这个都是要求很严格的 比如说误差不能超过八个 我们要求八个 但是规范是十个毫米 就是一公分 我们只要八毫米 这个扎实我们都有讲究 绑着了 不要让它扎到这里边 这样就不行 那样为什么不行啊 因为这个海水 它这个泪太近了 所以它这个一腐蚀 这个海水 它一腐蚀对这个钢筋有水伤 所以我们要求 都把这个扎实朝到这边来 像这样朝着 这个扎实我们的长短 都要求不小于六十过分 我们要更好地 打到绑扎效果 它的粗细和这个长短 都要求的 每两个绑扎点的误差不能超过八毫米 每一处扎丝的捆绑力度和角度 都要求完全一致 任何一根钢筋的摆放和搭建 都需要十二米工人 在同一时间里一气呵成 异常严格的施工要求 显示出眼前的这个作业区 不容易寻常 只有从空中才能看见它的全貌 一千多条密密麻麻的钢筋中 这个一百平方米的网杂作业区 形状就像一只巨型的蜗牛外壳 它被叫做涡壳 那么涡壳在核电站的发电过程中 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李丽娟是红颜河核电有限公司 综合管理部的负责人 在办公大楼的核电展厅 她的工作就是为充满好奇心的来访者 揭开核电站神秘的面纱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个这么小 这是什么呀 还没有那个药粒大的 这就是燃料心块 燃料心块 你知道它能发出多大的热量吗 不知道 同等重量的这个燃料心块 它的发热量是煤炭的十二万倍 十二万倍 对对对 能发那么多的量 是啊 它是这样的 把271个燃料心块 放到这个管里 看到吗 这是高合金管 这一个管就有一个燃料棒 把17个燃料棒 乘以17个燃料棒给组到一起 这就变成一个燃料组件 157个燃料组件 放到这里就形成了堆心 这是核电站最核心的 它就是热量产生的一个大背影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来之前 那我家里人知道我来这个核电站来采访 他们就特别担心说 核电站会不会有这个核辐射呀 说让我来一定得这个多穿几层防护服 多虑了多虑了 其实所有的核辐射都被这个反应队压力容器罩住了 我们的操纵员 它实际工作的地方 离我们的核反应队只有几十米 它的衣着和我一样 不用需要做任何的防护 那还有我还想问就是这个核电站会不会发生爆炸呀 不会的 为什么呢 这就我给你打个比方 这就好像和啤酒和白酒的区别 我们平时啤酒划火柴 你要点不会点着 但是白酒你划一个火柴 它容易点着 因为它的浓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核电站的核炸的浓度大约在百分之三左右 原子弹的浓度是百分之九十多 所以它不会发生核爆炸的 堆心产生热量的大门营就发生在这个圆柱形巨型建筑中 它被称为核岛 紧邻每一个核岛的大型长方体建筑叫做常规岛 在这里由核岛输出的巨大热能将驱动发电机发出巨大的电量 一对核岛和常规岛以及附属设施 共同构成了一个发电机组 这个红色的就是一个能量的传递的过程 核裂变产生了热量之后 把水加热成蒸汽 送到常规岛 蒸汽通过冲击叶片带动气能发电机 这个蓝色是起冷却的作用 那么这个冷却水从哪来的呢 是通过循环水泵从大海里把海水引进来 窝壳就是将海水加压的装置 一座核电站需要的冷却水水量是巨大的 这根管道直径3.2米 壁厚0.6米 核电站工作的时候 它引入的海水经过窝壳加压后 将以每秒24立方米的速度推进到常规岛 来发挥冷却作用 给发电设备降温后再排入大海 红岩和核电站的每一个机组 都有两个窝壳 也就是两个冷却系统 它们对于核电站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 之所以要环绕窝壳绑上层层钢筋 是因为今天的窝壳作业区将来会被混凝土浇注 海水在窝壳里被加压后 高速通过管道时 混凝土里的钢筋将起到骨壳一样的支撑作用 这1400根钢筋要在未来至少60年的时间里 每天承受巨大的海水冲击力 那么钢筋的安全如何才能保证 在红岩和核电站钢筋实验室 每一批刚刚到达的钢筋原料都要做抽样实验 这是一个优中选优的过程 工程师通过实验要得到每一批钢筋的各项树脂 从而保证钢筋的韧性和强度达到最完美的平衡 如果是不合格的话 这个钢筋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不合格后果的相当严重 这个影响一个钢筋如果不合格 在一个民间来说 它应该用在一个柱子上来 它可以把这个柱子砸了 然后重新弄 你要是在核电站 如果说一个钢筋不合格 那意味着有可能是一个厂房全部得砸了 这个损失就得一个亿或者剩十几个亿 在钢筋车间 钢筋专家廖祖明和同事 要根据窝壳的形状 计算出每一根钢筋的受力值 由于窝壳是异性结构 环绕窝壳的每一根钢筋 都有不同的形状和弧度 这就需要对一千四百多根钢筋 做相应的加工 然后再进行组装 因此每一段钢筋都有着不同的作用 它们被赋予了特殊的身份 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身份证呢 就是便于咱们施工人员 找到它这个钢筋是什么形状的 是用于什么部位的 还有它的规格型号 它的根数是多少 如果这个身份证一丢失的话 我们就没法知道这个信息 材料安全仅仅是施工管理的一个环节 在窝壳施工过程中 所有部门要根据每天的施工状况 更新工作计划 发布新的工作指令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中国的核电建设者 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从学习国外核电技术开始 逐步摸索出自主品牌的 2.5代新技术 中建二局的核电团队 从建设大亚湾核电站 到建设红岩河核电站 全面掌握了核岛 常规岛的施工一体化 部门协调会的新指令 要想准确无误地 传达给每一个现场施工者 需要通过窗外这个特殊的区域 红色的圆点在中心 黄色和蓝色的圆圈 组成了标靶一样的同心圆 每组圆圈的直径长达5米 16组圆圈布满了广场 这样的符号在核电站出现 更显得异常神秘 每天早上6点半 16组圆圈才会显示 它真正的作用 这就是早间班组会 班组每次围一个圈 班长站在中间 说什么事都能听得见 听得明白白的 就是红点的那个位置 站的是班长 对对对 那每天他们都负责 跟大家开会都说一些什么呢 说一下昨天的工作 出现了什么问题 资料方面 安全方面的 介绍今天的工作 安排今天的工作 班长和班组成员的距离 不仅可以保证指令有效传达 还可以让班长对每个人的精神状态一目了然 刚刚入职的新员工被要求站在黄色圆圈之内 从而得到特别的提醒 除此之外 每天班组会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内容 集体背诵 听到那边他们在集体喊着什么 他们在说什么呢 而且是大家伙一块说 对 他们说我们这个要求是 每个人的这个质量和安全十大经历 和这东西每天每个人都要灌输在心里面 每天都要背一次 让大家都明白这个责任心 在早班会结束时 我们发现最后离开这里的班组 在进入作业区工作之前 还要走上一段弯弯曲曲的平衡幕 我们的架工它是一个特殊工种 特殊工种每天对他的这个精神状态 这个都要一个检测 晚上休息没休息好 有没有感冒啊 身体又不实的 这什么玩意儿 上面检测一下 看看他的身体怎么样 能不能担任今天干的活儿 就是这个 要不要我们体验一下 好 看 对慢点啊 它有点不敢往上转 对 对对对 你看你的精神状态就不好 就说就不行 我们都说这就可以走 按照要求 走平衡路的速度 不能慢于走平路的速度 否则被测试者依然不能上岗工作 终于走下来了 像你这个精神状态就不行 像我这样就不能上岗是吧 对对对 就无论到担任今天的这个架工活儿了 严格的管理只为确保一个原则 一次把事情做好 无论是河岛 常规岛 还是附属设施的建设 以人为本 把每个人都视为核电施工的坚实屏障 这是所有核电建设共同的制胜发包 波壳施工现场35度的高温下 所有施工者全力以赴 钢筋的组装和绑杂一刻也不能停 然而作业区的一侧 为数更多的人仅仅是注视着现场 即使工人再忙 他们的职责也只能是看 周易洋是众多注视者中的一位 他的职务是质量控制工程师 核电施工有一句话 叫做一个人干 两个人看 看的人比干的人还要多 一个连接钢筋两端的套筒 在安装过程中就需要反反复复地看 然后你猜一下这个小小的东西 我要看它要看多少次呢 这有什么可看的 这都已经是一个成品了 不知道大家拧在上面就行了吗 对 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品 很正常 但是我的角度来说 这个东西我要看十一遍 因为核电五小事 这个是一件小事 但是所有的小事都可能发展为大事 所以对每一件小的事件 我们都要严格地把握 所以我不是唯一一个 要把这个事情做十一遍的人 一共有五个人 我就相当于是第四道关卡了 那也就是说 在你来检查它的时候 这一个小小的零件 已经有三个人 已经经过了几十遍的检查了 对 然后我再去检查它十几遍之后 我后面还有人 在核电行业 这种层层把关的规则 叫做纵深防御 这是建筑行业中最严苛的把握方式 每个人的手就像人一样 它有诸多的漏洞跟缺点 人呢性格上有缺点 工作上可能能力有不足 可能对核电有不了解 所以它会形成诸多的漏洞 于是乎我们用纵深防御 用多人去控制同一件事情 会起到什么样一个效果呢 比如说是这样 你们可以看到 我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漏洞互相迷腐 这有这么多漏洞 这有这么多 互相迷腐的后 如果再加上我的 就已经是密不透风了 就已经基本不可能能够突破过去了 一个人干 两个人看 看的人远远不止质检部门 安全部的理工量 每天准时出现在窝壳作业区 它是施工现场 另外一双犀利的眼睛 与负责质检的周易洋不同 他要看的内容 和施工者的生命安全 直接相关 您这做的是什么活动呀现在 我现在对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个 安全防护手师做一个检查 明天这个地方就要绑钢筋了 然后我们做的这个 安全防护手师需要每一次 进行一个全面的验收 现在是一个检查的过程是吧 对对对对 你可以看一下整个的我们四周 安的是脚手架的一个临时性的一个支撑 在进入现场呢 只要你进行登高作业的 所有工资都需要背这个5点式的安全带 它有些工人就是因为个人觉得不方便 他就不用 那么我们会给他开一个 比如说被我们发现了 开一个一磅出局 那你们的态度就是非常坚决 对这个这种事情是零容忍的 就是零容忍不仅仅是不能留在这个工地上 是所有我们中间或者是广和这个系统里面的 核电系统里面的 你就要录入这个黑名单 你永远不能进入这个核电现场 我们这么做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说尊重生命 在每一个车间班组 所有人都要牢牢记住 一百多个安全标示 只要违反其中一项 就可能永远离开核电建设行业 施工者的安全和工程安全同等重要 木工班组负责地下管道模板的制作 波壳通向常规岛的水管模板就出自他们之手 从红岩河核电站开工到现在 将近十年时间 这二十五位木工使用的锤子 从整齐划一 逐渐变得各不相同 锤子的差别发映出每一位员工 对安全意识的个性化实践 像这个师傅 他在这里前面锤头这个地方 加了一个防护措施 是保证这个锤头防脱落的 你看两边这个锚钉都是锚得很坚固 然后进行了一个包边 钢铁的包边 然后在这个锤把后面加了一个防脱落的一个绳子 这个是保证在作业的过程中 这个绳子套到手里面 保证这个整个的锤头不会掉落 那么就是一个防脱落的装置 还有可能这个师傅和我一样 这个手可能比较容易出汗 他就在这个比较滑的锤把上 进行了一个多到横纹的一个 稍微的一个刮了一下 就是说增大它的一个摩擦力 从药安全变成我要安全 然后整个的变成一种 我们安全生产的一种习惯 从2007年至今 在中间二局红颜河核电项目 参与建设的施工者和管理者 总共达到5000多人 在此期间 没有发生一次重大安全事故 没有一次人员伤亡 这个核电强调最多的 就说的最多的就是汗安全文化 凡事有据可医 凡事有据可查 凡事有人负责 凡事有人监督 就四个凡事 核电五小时 在这个行业要求这么高 能拆证的就是我们还感觉 非常骄傲 自豪的 但同时也感觉责任非常大 超越自我 众生防御 超越自我 众生防御 剥壳的施工仍然在紧张进行中 与此同时 核电站的其他工程 也在顺利推进 按照计划 所有工程将于2018年完工 在安全 质量 环境等各个方面 红岩河核电站已经成为 中国核电行业中的 国际标杆建设级别最高的核电站 每到周末 李丽娟所在的核电展厅 就会迎来一些好奇的客人 他们是生活在大连的小学生 眼前这些模型散发着神秘的光彩 或许当他们长大成人之后 才能真正理解今天建设中的核电站 如何改变着自己的生活 像我们红岩河核电站 有六台百万千瓦机的 亚水电核电机组 和同样大小的火电厂相比 可以节约大量的煤炭 把这些煤炭如果放进火车里头 车尾相连 可以从大连一直连到深圳 同时呢 还可以减少大量的 温室气体的排放 就相当于在我们大连市 建一个9.9万公顷的森林 这些森林的面积有15万个足球场那么大 到2016年 中国正在运营的核电激素数达到34台 核电总装机容量5500多万千瓦 无论是从激素数量还是装机容量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核电国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这是一座真正的摩天大楼 比越路山还高出200多米 在已是高楼林立的地方 它如何见缝插针 根基永固 400多米的高度 万吨混凝土如何一蹦到点 洞壁塔吊又是怎样随着大楼的建造 而自行爬升 敬请收看长沙之巅